我認為現階段叫SARS 列為法定傳染病的時機 其實還不太成熟 主要是因為SARS 現在還是一個症候群而不是一個診斷 加上我們不是WHO的會員國 到現在還拿不到病毒株 一切的一切都要等WHO來幫我們確認 如果 有一堆沒有症狀的感染者 依法都要進行醫療跟隔離的話 到時候會造成我們政府 跟醫療體系的崩潰 所以今天的結論就是 暫時先不將SARS 列為法定傳染病 處長 市長跟局長從來不會參加 中央主導任何會議 今天怎麼會來 是不是有什麼重大的事情要宣布 我們市長對於全體同胞有利的事情 哪一次不是跑到最前面 他怎麼會在意由誰來主導 那我們就照今天的決議上成總統 不好意思 我們台北市還有緊急的會議要開 我就先離開了 總統 你這次 體驗報告我已經看到了 宮醫總統 你的身體很健康 扶您的身體也保持得不錯 沒有啦 現在感謝醫療長 把我們整個會議照顧得很好 市長 市長 請問會議的結果如何 我在這邊呢 要再次的重申 台北市 宜相不只是把事情做得對 更是堅持做對的事情 不管中間經歷了多少的困難 我在這邊呼籲總統 以及衛生署 腰勇器 Duralsic 請將SARS 列為第四類的法定傳染病 千萬不要網過人民的健康 以及人民的期許 嗯 那不就很厲害 你看 那阿嬌真的是很沒辦法 那以前我在做市場的時候 哪有在想像這樣 在那裡 外國價 找出 今晚 是 我 你 跟 相 我們 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